台北首次共同侦破跨境的诈骗集团 嫌犯招揽年轻成员 在当地台商的仲介之下 选择在美国洛杉矶租透天别墅当机房 锁定大陆民众来诈骗 谎称他们涉嫌金融洗钱要冻结账户 短短两个月不法获利高达9000多万 法务部调查局追踪调查后 透过了美国警方成功将19个人逮捕 遣返回台 19名诈骗集团成员分批被遣返回台 同时陆续在他们的住处 起出了包括法拉利 马沙拉蒂等四部名车 还有一只价值700万元的名表 调查局台中调查处调查发现 以中性主嫌为主的诈骗集团 将机房移到了美国 先招揽年轻成员在透过当地的台商仲介 乘租透天错当机房 锁定大陆地区的民众诈骗 短短两个月不法获利高达9000多万 跟大陆地区的民众来扬称说 他的账户涉及了诈骗跟洗钱 那就诱骗被害人去配合 开设网路银行的账户 那再借机去骗取被害人的账号跟密码 调查局接获通报成立专案小组 追踪掌握资讯 透过美国警方协助 成功破获在美国设立的诈骗机房 那长期的跟不同的国家进行情资交换 那追踪这些集团成员的行踪 那掌握到呢 这个集团成员在今年四月间入境了美国 透过台美司法互助协议 美国方面也亲自派员来台 将查扣的相关政务送交法务部 再转交侦办的专案小组 而这也是台美首次共同破获 跨国电信诈骑机房案件 谢谢我们无福宴台中报道